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当他们正式宣布停止打投的时候 还是让不少网友觉得非常震惊 利路修后援会此举意味着利路修在总决赛的时候 全靠路人盘了 虽然他的粉丝基础有目共睹的强大 但在动辄千万集资的成团之夜 此举就是把成团名额拱手相让了 众所周知 利路修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成团不是他的梦想 但是这个过程就是非常抓麻 笋思们竟然一路将他送进了总决赛 并且还是以第十名的好成绩 进入了最后的成团之夜 但是在第三次顺未发布的发言中 利路修再次明确表示了自己不想成团的意愿 他非常诚恳地表示 理解粉丝想看到他的心情 所以他还是会用新准备决赛舞台 但是希望粉丝们真的有分寸感 不要让他成团 笋思们也在最后一刻决定尊重利路修的意愿停止打头 这可能也是粉丝和爱豆之间最好的尊重了吧 随着利路修后原会宣布停止打头 创四中暂时排在利路修后面的练习生 也就再次拥有了一个成团机会 目前排在利路修之的分别是张家元 博远 刘章 景级大祥 甘望兴 张兴特 奥斯卡 薛八一 吴宇恒 张新尧 傅思超 任印鹏 于刚银 宇生 胡叶涛 15个练习生 他们都有机会卡位成团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三个人 就是博远 甘望兴和奥斯卡三个人 他们三人都有很高的热度 并且都曾经在顺位发布中进入过出道位 所以他们三都是很有希望争夺最后一个名额的 奥斯卡从一开始的排名就非常高 但是在最后一刻却意外掉到了第17名 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次排名 不知道这是他粉丝的战略 还是确实因为能力不足 但是按照这种节目的规律 排名大跌很有可能触底反弹 所以最后结果还是未知数 同样有机会成团的还有博远 对于博远来说 他这次有点背水一战那一死 作为所有练习生最大的哥哥 他做男团的黄金年龄已经过去了 这次如果成不了团 那以后希望只会更渺茫 所以粉丝们势必会拼尽全力 无论如何利禄修的退出 也让这些人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 成团的希望又增加了几分 你觉得谁有可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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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